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学家中东来 在这段视频开始前呢 我要强调一下 我呢不是专门去学习如何用CNN处理图片的专家 所以呢 如果在这段视频当中有任何的错误的话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当中指出我的错误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近几年来的一个 神经网络的飞跃发展的一个方向 叫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我们的卷辑神经网络 那这个呢就是计算机视觉处理的一个飞跃的提升 学习这个CNN呢 也就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呢 它是一个比较兼计的任务 如果你对这个不是特别感兴趣 而且觉得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的话呢 那你可以直接跳过我这段视频 去看一下我的下一段如何保存我们的Neural Network的各种参数 那如果你觉得OK的话呢 那就可以开始继续学下来 我不知道这一次CNN会消耗多少段的视频 我可能会分开几段路 因为它实在是比较难去理解或者去深入的学习 关于TensorFlow当中的这一个CNN呢 它Google呢它自己也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教程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的教程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视频描述的下面 大家可以去点开看一看 那你如果想直接去运用我们的CNN呢 你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卷移成绩网络的基础知识 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它的CNN到底是怎么样处理信息的 我会压说一下这个CNN的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具体的内容的话呢 欢迎去直接看我视频描述当中的这一个网站 这是Google它自己出的教程 那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CNN到底囊括哪些方面 或者是它到底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Google它自己的CNN的学习教程当中的一些截图 我把它截了几张图 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CNN到底是在做什么 也就是呢 它会把这一张图片 这是我们的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会分如果它是彩色的图片的话 它会分RGB也就是三种显示的元素 叫做红色绿色蓝色 用这种三原色呢 它就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所以这个呢 它把它囊括进去呢 就是它的图像的厚度 也就可以说 我除了图像的长和宽的话呢 256×256这个长和宽的话呢 我还有它的三个层面 也就是三层RGB的参数 那就是每一个Pixel每一个像素点呢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RGB的参数 我们就把它看作那个Pixel像素点的一个厚度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这个RGB这个宽度和我的图片的这个长和宽呢 把它进行压缩 具体怎么压缩呢 就是我把我的长和宽 图片的长和宽 压小一点 我把我的这个高度或者是厚度呢 增高一点 那这一层呢 它压小了一点 增高了一点 这边又压小了一点 又增高了一点 到了最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classifier 我们之前有说过我们处理数据的时候呢 最后Prediction预测的时候 它输出的是一个01234 它输出的是一个0100000的这种序列码 如果它是预测从0到9的这个数字的话 它就会有10个长度 那如果是这个数字是0的话呢 它就在0这个位置上标了一个1 后面都是0 如果这个数字是1的话呢 那它就会在第二位标上1 其他的位数全部是0 那这个就是classifier 那CNN具体来说 它就是在不断的压缩我的长和宽 然后增高 增加我的这个厚度 然后把它增加到最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厚度很厚的 然后运用这个厚度里面的这些信息呢 去把它变成一个分类器 classifier 这个呢也是它的视频教学当中的一个 一张一张截图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红绿蓝三元素的厚度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叫patch 也就是我们从图片当中抽离的这一个小部分 那就是叫一个patch 或者是叫kernel 然后呢 这个kernel或者patch 它有它自己的小部分的一个长和宽 然后我们会把它抽离出来进行分析 那么也就是它每一个小部分呢 都会变成我一个长度一个宽度 k一个厚度的一个数量 它抽离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参数 strat 也就是呢 我每一次跨多少步去抽离这样的一部分 在图片当中的一部分像素点 那比如说我的strat是1的话呢 我就是每跨一个像素点抽离一次 然后再跨一个像素点再抽离一次 那如果我的strat是2呢 那我每一次跨度就是两个单位的像素点 第一次呢 在这个边上呢 取一块去分析 第二次呢 我跳了两个像素点 在这个边上去取它分析 那就是这个是strat的意思 我们在之后的tensorflow的代码当中呢 会有这两个参数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说我们怎么样跨度的呢 这一种呢 就是单个pixel的一步跨一个像素点的这样子的一个跨步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 它如果是一次跨两步的话呢 你看它会怎么样 你看它一次跨两步的话呢 它收集到的信息呢 就被缩减了 也就是我把它的这个图片的长和宽呢 压缩了一下 但是我把它的高呢增加了 那这就是我们通常的 Component圈奥做的事情 你看把它压缩完以后 再把它合并成 它就是更小的一块这种立方体 这包含了我们图片中的所有信息 它抽离信息的这种方式呢 叫做padding 然后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的padding的方式呢 一般分两种 一种叫valid padding 就是说我抽出来的这一层呢 可能要比我原先的那一层图片的宽和长呢 彩剪了那么一点 然后这种sam padding呢 就是说我抽离抽离出的那一层呢 它是跟我之前的这一层图片 它是一样的长和宽 这是两种padding的形式 除了padding呢 在tensorflow当中呢 还有一点叫做pulling pulling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pulling呢 重要的用途呢 就是说打比方 如果我现在想跨两步 去把这个原始图片抽离它的重要信息 抽到它更小的一个长宽的四层的图片 那这样子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可能会丢掉了一些重要的图片信息 因为它的跨度太长了 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中间加了一层另外的一层 然后这一层呢 它的stret呢 它的跨步呢 我们保持一 我们保持它所有的这种图片信息 更好的去理解它 然后用pulling的方法 来变成我这个第二层 这么大小的一张图片 那pulling呢 它分两种 一种叫maxpulling 一种叫averagepulling 在tensorflow当中呢 它也可以提供你这两种 所以说呢 我们再总结一下 我们整个CNN 是怎样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用一个分析一张图片image 然后呢 我们放一个convolutional的一个图层 然后呢 再把这个图层进行一个pulling 它pulling的方式叫maxpulling convolution加上pulling呢 它可以更好的保存我原图片的一个信息数 然后我再加第二个convolution的图层 和这个maxpulling的一个两个这样的图层 那这个第三层呢 叫做fully connected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加的神经网络的神经层 或者是隐藏层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加另外一个隐藏层 然后最后呢 变成一个classifier 也就是我们的分辨器 那我们用这一张图片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解析的 那我们有一张图片是吧 然后呢 我这张图片它可能会有三个高度 分别是我的RGB的元素 红绿红蓝绿的元素 然后我把这个RGB的元素呢 把它缩小增高 可能变成了五个厚度 或者是你看这边 它变成了可能有十个厚度 但是它的长和宽呢 不断地在减小 最后呢 它减小减小到最后呢 我们再连接上我们的 这一个一般的神经网络系统 fully connected神经网络系统 然后再进行一个classifier的处理 再进行一个分类的处理 那这就是我们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一个整套的结构了 那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对卷辑神经网络 会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我推荐大家处理神经网络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说你先用一般的神经网络去训练 它如果得到的一个预判的结果非常好的话呢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如何使用这个CNN 因为CNN它实际上真的是有一点复杂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教程 下一次呢 我们会讲到如何去在代码中去实现我们的这个CNN的图片处理 我们会讲到近几年来的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近几年来的 如果你对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不 如果你觉得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不是特别感兴趣 而且觉得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的话呢 那你可以 所以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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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所以呢 那跟我们一般的New York Network当中的这个 哎呦 外面好吵 哪个地方起火了 那那用这一个 那用这一个 一个长一个块 那CNN具体来说 它就是在 这个视频 在 它的这个教程当中呢 就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是 它的这一个 呃 我要讲这么多吗 它抽离信息的这种方式呢 叫做Padding 这种方式呢 感谢观看